Hello大家好,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动不停 今天给各位小伙伴 送上一款免费好用的 安卓手机投屏到电脑的软件 把投屏延迟滤滴 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电脑上的鼠标来反控手机 更方便的是,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把APK文件拖到镜像里面 直接对手机进行一个安装 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进入gethub 进入以后,我们直接在搜索框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搜索 它的名字叫 QTSCRCpy 好的,搜索出来以后 这一边的话,显示是最多收藏的 我们直接点第一个,点开它 为了演示方便呢,我们把界面给它翻译成中文 这款软件呢,支持通过USB和网络显示 而控制安卓设备,它必须要入到全线 而支持三大平台,那尼六克斯,Windows和macOS 我们朝下拉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可以同时 屏控所有手机 它可以同时 有很多台手机 可以显示在 电脑上面 这边,到下载这边的话呢 它有这个Windows的,有苹果的,有利流克斯的 你根据自己的这个系统 来进行下载安装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呢,以Windows为例 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直接点这个地方,点一下 OK 到这里以后,它有好多 那个下载包啊,下载包 那我们就选什么呢 我们系统是X64的 我就直接选X64的这样一个包下载 点击下载 下载完成 我们把它放到桌面 我们直接双击进行一个解压 好的,解压完成以后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打开以后,我们朝下拉啊 好,朝下拉 直接找到这个 可执行文件 我们双击打开它 好的 打开以后呢,它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界面啊 它这一边呢是 WiFi连接 手机上会出现一个USB连接方式 它有三种 一个是传输照片 一个是传输文件 一个是紧充电 那我们要选传输文件这个功能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这边已经检测到了啊 这个地方看到 这里已经检测到了 这个phone 这个是它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什么代码啊 升级以后呢 它就连接上了啊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已经连接上的 这个界面 我们把它界面给它拉大一点啊 拉大一点 现在我手机上的东西呢 已经投影到电脑上来了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速度啊 这个基本上是零延迟 那基本上是零延迟 速度很快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样一个打开抖音看一下 我们刷一下看看它的速度 那基本上是零延迟的 OK 没问题 那大家看到它右边呢 有很多的一个 快捷的菜单啊 快捷菜单 那首先这一个是它的全屏 这边这一个呢 是它的触摸显示开关 这边是打开屏幕 这边可以关闭屏幕 关闭屏幕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手机投影到电脑以后 按了这个关闭屏幕的按键 可以让你的手机吸屏 但是呢 这个电脑上的这里面 可以正常操作你手机里面的东西 这边是个电源键 这个是音量加 它可以控制手机上的声音啊 这一边是切换应用 啊等等这一些 好的 这是通过USB进行连接的 那我们下面演示一下通过WiFi 进行连接 我们把这个关掉啊 关掉以后 这边通过WiFi连接啊 一键WiFi连接 那现在来讲的话呢 那首要的条件就是什么 你的手机跟你的电脑 要同时连接在同一个WiFi的情况下 才可以的啊 OK WiFi连接的话呢 它出现一个 IP网址 那我们也同样的双击一下 双击一下 它就连接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是通过 WiFi连接的 连接上以后呢 也是一样啊 这边 基本上是零延迟 那么下面我们展示一下 直接通过电脑把APCAD文件 拖到这一个镜像里面进行一个安装 那我电脑上 放了一个 就是APCAD 软件我们把它拖到这个屏幕区域啊 那这边右下角来这里显示一个复制啊 拖到这里以后我们松开这个鼠标 那 他直接就进行一个安装 那这边就是风险提示 因为他不是 这个应用市场里面的 所以他有个风险提示 我们这里点继续安装 那这里我们点已经知道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这边再点继续安装 因为不是这个应用市场里面的 软件所以他提示要输入这个账号密码 我们输入一下 好的输入以后 这边正在安装 安装成功 我们完成 啊 可以看到这个我的电视已经安装成功了啊 已经安装成功了 所以这个操作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啊 下面的这些东西是我们执行命令的时候 他出现了一些这个代码 这个我们是不管他的 那右边这一边呢 啊这边有一个启用精简模式的话 右边就没有了 那点开他的右边就出现了 这边是你的一些 其他的设置啊 打比方这个录制屏幕后台录制反向连接 自动吸屏等等一些 录制格式 那比特利保 录像 保存的这个漏进 都是可以的啊 下面的这里显示 现在是通过无线的一个连接 包括他的IP地址都在这一边 那这边是连接 单开的按钮 都有的 所以这个软件的整体使用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啊 你连接一次的下次再连接就不用数据线了 直接可以wifi连接 非常的方便 好的 今天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